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2019年2月4日汉天卫视晚间新闻 我是猪猪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 汉天卫视祝各位观众朋友春节快乐 首先来看美国国内消息 弗吉尼亚州州长周六坚决拒绝辞职 并否认自己出现在种族主义年鉴照片中 这张照片引发了要求他立即下台的广泛呼声 据ABC新闻报道 上周五公布的这张照片显示 在诺瑟姆的医学院1984年年届页面上 有两名男子 一名身穿3K档的白色长袍 另一名则把整张脸涂成黑色 诺瑟姆毕业于东福吉尼亚医学院 昨天我为自己页面上出现的明显带有种族歧视和攻击性的内容负责 我不会原谅照片的内容 这是攻击性的 种族主义和卑鄙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 我不知道我的页面上有什么 我对他们出现在我的页面上感到震惊 诺瑟姆在弗吉尼亚州行政大楼举行的冗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我相信我不是照片中的任何艺人 这是令人厌恶的 攻击性的 种族主义的 诺瑟姆说道 这一解释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客要求他辞职 周六晚上 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这位民主党人开了多枪 川普写道 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州长拉尔夫·诺瑟姆刚刚表示 我相信我不是那张照片中的任何艺人 24小时前 他为自己出现在照片中而道歉 并就超级晚期堕落发表了最糟糕的声明 就在上周五晚上 诺瑟姆还承认自己出现在照片中 并为此道歉 但周六他改变了之前的说法 称自己不在照片中 他说他从来没有买过年鉴 在周五消息公布之前也从来没有看过 我对自己出现在照片中 以前那个决定对当时和现在所造成的伤害深感抱歉 诺瑟姆在周五晚上的一份声明中说 这种行为不符合我今天的身份 也不符合我在从军 从医 从工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为之奋斗的价值观 但我想澄清的是 我理解这一决定是如何动摇弗吉尼亚人对这一承诺的信心的 汉天卫视流畅综合报道 昨晚 2018-19赛季NFL总决赛第53届超级晚在亚特兰大落幕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赢得冠军 这是爱国者队历史上第六个超级晚冠军 2018-19赛季NFL总决赛第53届超级晚 当地时间三日晚在亚特兰大落幕 时隔18年拥有豪华阵容的银河战舰洛杉矶公羊 再度与联盟传统豪强新英格兰爱国者在超级晚决赛相遇 2002年 当时仅是二年级四分位的汤姆·布雷迪 带领球队以三分的优势险胜供养队 夺得爱国者队史上首座超级晚冠军 并开启了五冠王朝 最终 新英格兰爱国者在昨晚再次取得胜利赢得冠军 这是爱国者历史上第六个超级晚冠军 也是明星四分位布雷迪的第六个超级晚冠军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和洛杉矶公羊队 在分区决赛里都是经过加时赛赢球 爱国者队是连续三年闯入超级晚总决赛 五年内的第四次 队史上的第十一次 这也是主帅贝里切克和四分位布雷迪的第九次超级晚之旅 而这是公羊队自2016年迁回洛杉矶后第一次闯入超级晚 比赛始终非常胶着 直到第三节结束时两队依然打成平手 最后一节爱国者队在场上率先发力 第四节还剩下7分43秒时 爱国者成功达阵 以10比3领先 之后再次获得3分 最终以13比3获得冠军 这是超级晚历史上总得分最低的一场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这一全球顶级体育赛事恰巧在中国除夕当年举行 在辞旧迎新之际 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首次在超级晚现场播放了重球星的拜年视频 向全球华人送上了新春祝福 安您我是高宁 编译报道 面对委内瑞拉出现的危机 加拿大在承认反对派领导人为临时总统之后 又宣布将在下周一牵头召开中南美洲利马集团成员国会议 以寻求解决委内瑞拉动乱的问题 外交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表示 加拿大将于下周一接待南美洲和中美洲利马集团国家的成员 他说 自2017年8月以来 加拿大一直与利马集团成员密切合作 该集团由十几个拉美国家和加勒比地区组成 利马集团于2017年下继成立 包括阿根廷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利加 威地马拉 宏都拉斯 墨西哥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和圣鲁西亚 共14个国家 因为他们第一次召开会议和发表宣言 都是在秘鲁首都利马 因此称作利马集团 当时的宣言批评委内瑞拉政府破坏民主秩序 呼吁释放政治犯 举行公平选举 并讨论了进行调停和人道援助等问题 2018年委内瑞拉总统杜马罗操纵选举后 集团的14个成员国决定召回住委内瑞拉大使 以示抗议 加拿大之前也曾主持过利马集团会议 加拿大外长表示 他很高兴看到英国 法国 德国和西班牙等国 都很快表态承认瓜以多 上周又有阿根廷 巴西 智利和哥伦比亚跟进 各国都希望促成委内瑞拉在这个星期六举行民主选举 加拿大还在与阿根廷 智利等几个国家合作 将委内瑞拉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和质押异见人士的行为 提交国际形势法院进行调查 目前仍然承认马杜罗政权的国家 除中国 俄罗斯 伊朗之外 还有玻利维亚 古巴 土耳其 他们有的还指责美国和其他国家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 韩天卫视流畅综合报道 相关专家表示 对许多家长来说 跟自己的孩子讨论金钱问题可能比较困难 但专家称 让孩子尽早拥有金钱意识并进行理财 对他们的一生都有益处 金融方面的专家表示 让孩子拥有金钱意识 对他们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生硬的灌输理财思想并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他们针对如何有创造性的培养孩子的金钱管理意识 给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交给孩子们省钱的重要性 不要让他们养成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习惯 不把金钱当回事 一旦他们尝到过一次省钱的甜头 就不会忘记这种感觉 例如当他们在书店想要买一本书的时候 现场打开手机查询一下 是否在网上买可能更便宜 并且告诉他们 通过折扣省下来的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 花更长的时间 这种行为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让孩子尝到赚钱的喜悦也非常重要 最简单的开始方法可以是 让他独立在网上出售一件商品 让孩子自己选择卖掉家中的某件小东西 自己去调查这个东西 目前市场价格应该是多少 自己在网络上完成设置工作 让他对辛勤的劳动过程有深刻印象 最终赚到钱的时候他也会格外有成就感 还要让孩子明白利息的意义 你可以用50美元来跟孩子做个游戏 告诉他每周你将给这50美元5%的利息 让他看到如果存下这笔钱 他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在半年之后 这50块钱将增长到180美元 这对于他们将来对金融的认识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对于年纪比较大的孩子 就可以坐下来认真地跟他们谈一谈 关于大学的学费 学生贷款以及信用卡方面的事情了 因为这些事关他们自己的生活 因此他们对这个话题也会更加用心 跟随你的引导 尽早做好规划 Honey我是高雄宁 编译报道 与预期的一样 受到超级晚比赛的影响 本周的电影票房成绩一般 而新上映的电影表现也低于预期 电影《玻璃先生》连续三周 蝉联了周末票房第一名 蜘蛛侠平行宇宙连续第八周 出现在了周末票房排行榜上 本周影片获得票房第五名 再次入账440万美元 本土总票房达到1亿7500万 而另外一部再榜多周的影片 《海王》表现也依旧坚挺 本周入账480万美元 成为票房第四位 本土总票房达到3亿2400万美元 周末新上映的动作犯罪影片 《选美小姐》 开化成绩低于预期 这部影片仅仅获得670万美元的成绩 获得周末票房第三位 喜剧片《上行》是本周的票房第二位 这部讲述高位劫滩老人 与前科累累的黑人互工之间 感人友谊的故事大获好评 本周再次收入890万美元 本土总票房超过7600万美元 而悬疑大师奈特·沙马兰的新片 波利先生继续着自己辉煌的成绩 本周影片第三次蝉联 周末票房冠军 再次入账950万美元 汉尼卫视高阳宁编译报道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们老婆 冷水